好了 球播 警方到现场是不断劝说女子不要汇款 甚至要求他拿出近期的对话记录 想看女子证明这个就是假的 事情发生在内湖的某家银行 行员看到有民众要来取款 一次还是一笔250万元的庞大金额 要求警方来护钞 原警到场关怀提问 疑问之下这个胡姓男子就声称 妹妹是需要结婚用到大量的现金 现场还出示了婚纱卡片证明 只是当下警方向行员询问女子的资金来源 行员就告知他其中有180万都是借贷来的 原警当下就觉得怪怪的多问了几句话 女子没有办法交代清楚 查看了一下对话记录之后 就发现他是在进了一个投资群组 确认这个就是典型的投资诈骗 这时候原警就开始向女子说明解释 最后女子才恍然大悟 向警方坦承提款250万元的真实用途 警方立刻成立专案小组 规划诱捕诈骗面胶车手 逮捕文姓车手 同时也将旁边监控车手的周姓男子 也一并逮捕 查扣假了工作证 以及收款收据等等相关证物 冲案讯后 以诈欺洗钱防治法 以请侦办 以上是我们掌握的最新消息 将时间尽头交款跑内 请侦办